昨天我们有说到国阵最胜的时期有14个成员党 这在世界选举政治里面是一个少见的巨无霸政治联盟 但是随着东马沙巴沙拉越的成员党陆续宣布跳船自保之后 这一波的骨牌效应让国阵凋零的只剩下巫统 马华 民政 国大党 几乎就打回他的前身联盟的结构 甚至可以说国阵现在是苟延残产 伤得奄奄一息 更有人形容一场没有仪式的葬礼正在进行当中 而国阵 这个由前首相纳吉的父亲 也是五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一手创立 曾经风光壮大的联盟 509之前很多人都不认为他会倒台 但回顾历史1969年第三届的全国大选 当时国阵的前身由巫统 马华 还有国大党组成的联盟 在选举当中遭到纵挫 结果就引发了513种族冲突暴乱事件 当时国家是被颁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当时由前副首相敦拉萨 也就是前首相纳吉的父亲 领军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接管成为政府 那敦拉萨当时就趁势在紧急状态实施之后的 接近4年里整合资源 而且他还是有步骤的 利诱以及拉拢东西马各大反对党 包括了由林昌右领军的民政党 伊斯兰党还有东马沙巴沙拉域的11个政党加入国阵 他号称 在加入之后 成员党是可以像之前的联盟成员党一样 大家共享执政政权 而且还可以平起平坐 表面上看 敦拉萨成立国阵是要集中力量 组成更稳固的执政政府 没错 但是成立之后 其实也变相地突出了巫统 作为老大哥的领导以及主导地位 敦拉萨领导之下的国阵是以巫统 马首之瞻 以新经济政策为名 在政治 经济 教育 文化等领域 开始推动了马来人至上的国家政策 但不管怎么说 敦拉萨在1973年一手催生了国阵之后 在1974年第一次上任大选就获得了辉煌成绩 让我国进入了国阵政府时代 而过后在选举当中也是每战必胜 主宰我国政坛将近半个世纪 值得一提的是 这间中就算西马政局出现了变化 而在东马的两州都会是国阵的定海神针 帮国阵稳稳守住中央政权 在308 505大选当中 虽然国阵在西马面对一定程度的挫败 不过在东马沙巴沙拉越 一直是国阵不必看都会赢的定存州 但是国阵在509大选失去政权之后 最先宣布退出国阵的却是沙巴的成员党 而接着就轮到前两天几经挣扎 最后决定跳船自保的沙拉越国阵成员党 政治就是这样叫人难以预料 没有人会想过最后摧毁国阵这个政治联盟的 就是东马的成员党 一直以来在国阵内 巫统靠着掌握政治资源 恒党主义 群态主义 最后走向一党独大 国阵里没有成员党敢挑战巫统的权威 甚至最后只是依附在巫统底下 苟延残喘 当初说好的平起平坐共享政权 形同虚设 到了后期 国阵更是直接等于巫统 而巫统就等于国阵 成员党几乎成了陪衬 509变天之后 巫统内部就有人指出 就是因为巫统一党独大 才为国阵政体瓦解 埋下祸根 509大选 国阵倒台是果 而巫统一党独大是因 国阵成立之后的50多年来 巫统一党独大 就是埋下在509倒台的因 其实在任何一党独大的 政治权力架构当中 当内部还强大 还能够掌握资源 外在的力量 其实是很难把它推倒的 也只有在内部的精英分化 或者是利益集团的分化 而且这个分化的程度 是达到最严重的时候 政权最后才会倒台 就好像恐龙的灭亡一样吧 它也是自己造成的 那1999年 现在的公正党领事权领袖安华 被开除之后 所引发的烈火墨西运动 就是巫统和马来社会 第一次无可弥补的精英 还有利益集团的分化 而2015年 前首相纳吉爆发出的 伊玛公司丑闻案 则是另外一次引爆巫统 还有马来社会群 内部分歧的致命重磅炸药 而现任首相马哈迪 二度退党 加入在野党 跟国阵对抗 造成巫统内部 还有马来社会 无法再从分裂当中 安然度过 最后连政权也丢失了 那前两天 在网上流传的这张照片 纳吉在他的父亲 敦拉萨的坟前诵经 引起了广大的讨论 其实此时此刻 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是很强烈的讽刺的 父亲敦拉萨 一手打下来的国阵江山 到最后江山 确实断送在自己的儿子 纳吉手上 照片当中 我们妙妙知道 纳吉对父亲 到底说了些什么 不过这个画面 相信将会深深地烙印在 我国的历史上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国阵的倒台 接着可能造成 整个政治联盟的崩解 是这几十年来 巫统一党独大 所埋下的祸根